在新北市交通路網便捷的地方 仍是有少數的偏遠地區 客運業者在成本的考量之下 是不提供接駁服務的 民眾要是想要搭車的話 就必須仰賴新北市政府 所提供的接駁公車 而這些接駁公車就稱為 新北市、星巴市 新北市、星巴市 不屬於雙北市的一般公車體系 而是從台北縣升格前 各鄉鎮縣市 為服務公車不行駛路段的 偏遠地區民眾所辦理的社區 免費接駁服務 99年升格新北市後 實施了新巴市制度 逐年統一占民 連接雙北市公車動態系統 讓搭車資訊更透明 服務更貼心 回歸地方局管理之後 我們有做了一個合約的規範 那基本上請各區公所 在招標相關的營運業者 來服務的部分的話 要依照我們的合約規範 去做執行 那整體提升它的服務品質 那並且也把相關的公車資訊 納入我們市區公車的動態系統 讓民眾也可以查詢到 相關的班次時間 新北市新巴市 統一用Free免費的英文字母 F當成是路線編號 後三碼的數字 則是一員選區來區分編號 行駛於29區的偏遠地區 總共有171條路線 怎麼搭車 交通局曾製作了貼心懶人包 提供相關資訊 外服務偏遠地區的居民 所行駛的新巴市 每年需要編列3.8億元 對市府來說 這筆預算不能省 一旦刪除了 每天5.5萬人的交通接駁 就會出問題 不能夠以盈利來計算 而是要以市民朋友行的便利作為訴求 新巴市的服務 應該就是像剛剛講的 就是有一些 也不能說是比較偏向 可能有些道路範圍比較狹小 他沒有辦法行駛大型公車 那市區公車的部分 他大部分還是以大型公車服務為主 所以那種比較小的巷道的話 公車沒有辦法服務 那可能他又距離 主線道的部分比較遠 所以民眾在使用公共運輸上 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原則上 新巴市還是希望朝向 去補公共運輸不足的部分來服務 這一筆上億元的經費支出 新北市有考量 提出了四年轉型計畫 除了要維持偏鄉的接駁功能之外 也會參考路線 是否與市區公車重疊 在服務市民朋友的前提之下 必須考量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中家新聞林立吳志恒 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 仁北市民民入選擇 érie 均衡 質